今天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精彩内容 希望各位看官给小编动手评论点赞哦 您的每一次评论点赞都会带来好运气哦 周润发1955年5月18日出生于香港南亚岛 籍贯广东开平中国影视演员摄影家国家一级演员 此外周润发还热衷于公益事业 2000年被美国时代周他选为七位地球名人英雄之一 2003年货班特区政府银子金星钊 周润发虽然在国内的影响力非常高 但是他本人却非常低调 他生活在香港 很多香港的市民经常能在街头 地铁 公交车上碰见他 他出门穿得非常普通 而且如果有粉丝要求跟他合影 他也会尽量满足 周润发在做节目的时候说过 自己在北京的知名度并不高 说自己有一次在北京的郊区外拍戏 晚上回去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他就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问周润发去哪 但是周润发说地方后 司机说不顺路 我要下班了 这意思是根本就不想拉他 后来他说我是周润发 没想到这个司机竟然说 周润发是谁 这个回答当时就猛了 酷笑不得的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后来商量了半天 司机终于同意拉他走了 但是在走的过程中 司机还一脸的不情愿 因为已经耽误了他下班回家吃饭的时间 这件事情说完 在场的所有观众都笑了 却是周润发真的很接地气 在北京开戏 助理都 没有 就自己一个人 大家看后 什么想法 欢迎吐槽留言 喜欢记得关注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和转发态